嗨 大家好 我是小禎 夏天快到了 就要教大家一些 在家裡你只要有空地就可以坐 就是不讓你偷懶 那深蹲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都聽過 深蹲的重要性有多重要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人的大腿肌群 是我們身體的肌肉量最多的地方 這等於人類的第二個心臟 所以你把大腿的肌肉練好之後 你的心塵代謝就會變好 而且比較不容易生病 有些人深蹲他可能會站得比較窄 這樣子就沒什麼 沒什麼你知道 Bullview 所以你要站寬一點點與肩同關 腳要斜45度腳 重點是你的膝蓋下去的時候 一定要感覺往外 下去的時候 腳盡量不要超過你的腳掌 最好你能夠蹲到最下面 蹲到最下面的時候 慢慢的上來 就是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快速下去 慢慢上來 重點就是屁股要夾緊 那這個東西呢 還有很多的進階版 比如說我們在健身房的時候 老師就會教你拿重量 然後做深蹲 這重量千萬不要太勉強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做到三組五組啊 不會做到第二組的時候 就像我現在很喘 那如果你家裡沒有啞鈴沒有關係 可以抱小孩或是抱狗狗或是家裡有重量的東西你都可以拿出來用 沒有錯 你是不是以為我要抱那個盆栽 沒有 我接下來就是要示範的另外一個就是棒式 但是呢今天如果只做棒式的話 太無聊了 今天要教大家就是棒式的進階版 這個動作呢 手就是與肩同寬之外呢 手掌要放在肩膀的底下 不要太前也不要太後 就是在你的肩膀下方 然後碰肩的時候呢身體要保持平衡 很多人會有這樣的晃動啊 因為他就是想要靠這個晃動去 你知道去完成這個動作 可是其實晃動的話 效果就會不好 盡量用你的大腿跟你的腹部的這個力量 Hold住它 然後接下來呢你的手 就是碰肩膀 再來碰腳 有沒有發現其實所有的東西動作就是慢 因為只要你當快速做的時候 就會沒那麼有效果 摸上肩的時候呢 是讓你的下半身的核心肌群能夠平衡 能夠用到力氣 但是呢當你腳抬起來的時候 這個動作 就是在訓練你的側腹 所以今天示範給大家的就是 完全在家裡不用任何輔助用品 每天這兩個動作 一個動作就是做三組 一組呢做十下 當然大家記住 運動就是不要勉強 如果你一開始做十組 覺得哇累死了 這動作會想要殺人 那你下次就不會想做 然後讓自己養成這個運動的習慣 那才是重要的重點 好不好 祝大家有個超級瘦的夏天 哈囉我現在人在越南的河內 因為我要拍攝Vogue六月號的封面 昨天已經拍完了 我只能說我要再度的超越我自己 然後我相信也有很多女明星 會感到非常的焦慮 可能很多人會開始吃鎮定劑啊 或者是一些你怎麼知道藥物 因為被我逼得太緊了 然後我必須要先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沒有很喜歡看別人直播 因為我常常看到偶爾有一些藝人直播 我都會你知道氣得手握拳 因為直播不就是希望有很多觀眾可以看嗎 然後那個他們就開始說 哈囉大家好 有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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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有沒有人 然後就在那邊一直跟我問這個問題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是女藝人做直播 他們講話就會變得 你知道嗎 就是會說 我今天要吃飯怎麼卸妝 然後 然後 啊我看到有人了 哈囉 怎麼卸妝 然後就等 你知道就真的是手握拳 我不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沒有要走這個路線 有人嗎 有人問你髮型變了 Yeah 因為我昨天拍完照之後 再撥一下劉海 我昨天拍完照之後 我不知道我最近就是受不了髮型 一直維持一樣 我之前為了要拍洗髮型廣告 然後就會一直留一直留一直留 留很直 然後 洗髮型廣告一拍完的 那個 當天收工 我就在化妝間跟髮型師說 幫我剪 我要層次 我要亂 我要看起來很像那個國際名模 然後昨天拍完那個VOLVE的封面之後 我就覺得 我已經受不了自己了 然後我就回房間我就說 剪 劉海 然後就是要隨性什麼什麼的 然後剪完我就覺得 哇 你們今天是 第一個 如果有在看直播的人 你們是第一批看到我新髮型的人 有人嗎 有人嗎 大家說你逆生長 我也覺得我剪這個瀏海好漂亮喔 好 我今天做這個直播的主題就是說 要如何維持跟我一樣的身材 還有 為什麼有些人會腰痠背痛而我不會 因為我也很不喜歡被人家按摩 其實每次化妝都是 所以我化妝師在幫我按摩 好啦 因為我每天一定會做一套自己的拉筋法 可是我現在必須要跟你們講喔 因為如果你們要看我整套拉筋跟運動的話 會還蠻長的 你現在如果很有空閒的話 你再準備開始看 不然我勸你們就是現在可以先離開了 好 我起床的時候呢 我剛剛拉筋的時候 你做運動一定要用大腦 有些人不用大腦運動 他們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就是 你知道 我真的受不了沒有大腦的人 做任何事情都要用頭腦去思考 當你在放鬆這邊的時候 你就要真的用大腦去感受這邊的筋 然後我這個會做五下 五下完之後我就會這樣 哦 這個動作真的很爽 如果世界上要排名什麼事情最爽 拉屎 還有這個 喝酒大概第二名了 這個大概到第三名 然後做完這個之後 這個你也不能沒大腦喔 因為有些人就是會這樣 這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就是你拉這個就像拉到整個背部是 會有開來開來的感覺 然後之後就再往上拉 哦 然後接下來就是側腰 側腰也非常的重要 我真的很受不了看到別人這樣 這是 這是完全不對的運動 而且那也拉不到你的筋 你要拉側腰的時候你也要幻想 所有的運動你要幻想指尖有人在拉你 那個才叫拉緊 你如果一開始沒辦法腰力那麼好的話 你可以手撐 可是像我現在已經是進階道不用 然後 震側 這個時候你肚子要縮 因為你如果 肚子縮的同時 一直在做運動 然後 再拉一次後面 這個東西太重要 然後這樣 這樣 然後前腳斑 你看這招非常爽 非常爽 如果世界有排名 什麼是你最爽的話 這個至少有排到第八名 再折一下 然後另外一遍就是 我就不重複了 然後到中間之後 抱腿 往後 然後接下來我就會運龍腳 然後接下來就是坐下來的 這邊的筋 這個叫什麼 該逼 該逼的筋一定要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不開我覺得很不爽 然後之後 我需要一個人幫忙 這招也是 但是世界這招排名 最爽的試的話 這個絕對有排到第五名 來 壓力錢幫我壓一下好嗎 這一招很重要 可是一般人就是這樣 好痛好痛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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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放棄 每天 再用力一點 壓扁 壓扁我 然後 好 放開 這一招我在家做的時候呢 我都會跟我 我從老大到老三 然後他們都玩過一樣的遊戲 就是我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我都會說 誰要坐在媽媽背上 然後那個 從老大到老三 他們就是 都會 曾經做過這件事情 然後還有三個人一起做過 就是三個人就這樣 一起坐在我的背上 這個動作是 因為我現在筋已經是軟到 如果沒有人壓我的話 我會感受不到那個爽度 然後謝謝 喔 這也是 胯下 胯下跟 側腰 哇好爽喔 你這個是拉 也是腰部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時候一般人也做不到 可是 千萬不要放棄 哈囉 有人嗎 有沒有人 哈囉 我現在教大家怎麼做動作 有沒有人想殺我 我想飛踢你 來啊 來飛踢啊 是一直有在直播啦 其實當時有人反應說沒聲音 現在就沒有了 好 繼續 聲音 是我的聲音不夠大嗎 我問你喔好大 OK 好來 接下來這招 一般人真的做不來 可是 我也希望你們試著做做看 撐起來 這樣 它可以拉到你這邊那個 這邊 哇這也太強 這個如果 世界排名爽度的話 這個大概有第七名 然後 你這個 位置 然後再趕 趕下 哇 哇 然後你如果想要把這個拉得更開的話 你就可以 稍微再 這樣一點 這樣就可以拉著 然後就一樣 然後之後呢 就只要躺下來了 你的位置不夠放你 對 你有拍到我嗎 有 有 你這個 這個先我會先踢60下 記得踢的時候腳趾要蹦 這個是聽說那個大腿會細 是馬Q跟我講的 可是因為通常馬Q的話我都不太信 可是我還是冒險的做做看 反正也沒什麼損失 之後 這招一定要做 這招 下面一樣 可以徹底的把你的背拉開 很爽 太強了 真的太強了 啊 然後 做完這個就好 接下來這招也一定要做 哦 哦 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好 這個是拉筋的 拉筋的Ending 是這一招 這裡一般人也做不來 這是拉筋的部分 接下來要教你們怎麼樣 讓臀部變翹 臀部變翹我的方法是 我以前是那個 臀部扁到牛仔褲穿起來 這個都是會皺皺的 後來我就自己 開始勤練 練到我現在那個穿任何褲子或衣服 就是整個臀部的線 就是 翹翻天 所以我拉一下內褲 好 以前我都只有這樣踢 我後來發現不夠 側面踢 非常的累 然後一腳踢100下 然後踢的方法是 從最側面 踢到後面 然後大概到第40下的時候就開始再踢回來 這樣 然後大概到第70下的時候 這樣 踢到100下 然後回來 另外一腳我就不 我就不那個 反正是一樣 然後接下來是腹部 腹部痛 如果有人幫你的話 當然是最好可以壓你的腳 可是 一般人可能就沒有人幫 所以我現在就發明了一個沒有人幫忙你 可是卻要練腹部的那個方式 你可以找你們家一個可以塞你的腳的地方 就是把他勾住然後就 然後就 給你側面 好想罵髒話 然後 罵髒話 可以逼 直播不能逼 這個你就看 你可以做幾下再做幾下 然後這個做完之後呢 就是棒式 我最近 我最近迷上棒式 我隨時隨地都想要棒式 而且 我工作結束之後也要我的工作團隊 一起跟我棒式 然後因為他們說兩分鐘棒式等於 跑100米 然後我想說不可能 他們說你如果可以撐到兩分鐘已經非常厲害了 可是我沒有要在直播的時候撐兩分鐘 因為那真的很無聊 它就是一個靜止的動作 棒式 重點就是 肚子一定要縮 然後屁股夾勁 然後 你不能這樣 肩膀要撐起來 然後腳跟可以往後一點 啊 然後 你如果有在計時的時候 你就會撐撐撐 然後 你就會看到 你就覺得已經一累到不行了 你就會看馬表 然後發現 既然才40秒 你就會覺得你的人生已經崩塌了 可是等到一分鐘之後 你就會發現 其實熬得過去 然後到了兩分鐘之後 你就會覺得可以再挑戰下去 然後最後的ending 一定就是以髒話收場 但是我現在沒有辦法說髒話 因為直播 還是其實可以 算了算了 萬一我功夫我再看 人生沒有髒話怎麼辦啊 你知道罵髒話也不代表你是一個壞人 你知道嗎 因為語言 語言的魅力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說好話 你可以說好啊 可以畫影片 然後還有什麼動作 噢 側方式 側方式 側方式真的 噢 夭壽 一 二 三 四 看你可以說幾下 你如果可以說一百下 我也覺得你很厲害 然後這就是練腰部的 有人在看我直播嗎 有 有沒有人 有 我很想知道你都罵什麼髒話 就是 l 那教掌就說考驗 咿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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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咿 咿咿 一個字的話 像我做棒子的時候 就是會一直說 咿咿 咿 就是謝謝你跟卡卡卡卡卡 我之前覺得我這邊好 讓我有點變粗變肉 然後我就一直勤練這一招 結果我後來發現 練完這招之後 我手臂不但沒有變細 反而就是感覺是 膨起來 然後後來 我就跟我的化妝師討論 我的化妝師他就跟我講了說 我的化妝師非常喜歡跟我聊 歐巴桑的話題 他就說 你知道嗎 我有一個歐巴桑的朋友 他說他超瘦的手臂多細 他說我就注意到他說 他有在做一個運動 很簡單 就是這樣 這樣轉手 這樣轉 你在這樣轉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這邊有點凹下去 然後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做 然後我現在只要沒事 我就會做個20下 所以你大概做到第10下的時候 就覺得很酸 這也是我最近很愛的一個運動 怎麼樣 運動的時候不講話 是不是很無聊 好了 我想看看還有哪裡沒做 OK 基本上該做我都做了 然後好像有那個觀眾希望我可以現場示範 那個跳上河內的床上 因為這個床是我人生活到現在目前為止看過最高的床 運動完之後該怎麼辦呢 當然就是舒舒舒服服的跳到床上好好的休息 我現在要跳上去囉 這要助跑 你住跑太遠了啦 哎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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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最重要的是我一天大概可以喝掉五瓶礦泉水 所以剛好我在直播之前先拉了大概 先拉了一次試 今天拉了三次 然後他們都很羨慕我說為什麼你可以排泄這麼順暢 我覺得就是因為多喝水 你會一定想說為什麼水要用這個杯子裝 為什麼不行 我以為你要說 有人在看嗎 有人說再一次 再不要一次 再要好 我覺得有助跑不夠 因為哇在滑 我希望我這次可以跳到全部的腳都在床上 OK加油 不要受傷哦 預備 GO 最成功的 成功 成功 最成功的一次 所以做人不要輕易的放棄 最成功 不再挑戰自己是我人生的座右銘 其實不是 我最討厭座右銘了 為什麼人生一定要有座右銘 那你脖子要再性感一點 為什麼人生一定要有座右銘 而且我最討厭記得問我說 影響你最深的一句話是什麼 沒有 小說裡面哪一句話讓你印象深刻 沒有 因為看完我就立刻忘記 所以這三個問題 希望等一下佛格的編輯不要問我 OK 有人在看嗎 還有人在看嗎 腳腳擦 我今天做了很多運動的示範 我希望大家可以 比較健康 然後 有一些可能比較難 但是 但是我覺得你們不要放棄 就是 就是 只要每天做的話 我覺得你們不會進步 請問Ending的收工做人 你可以一起飛踢你嗎 隨便你們 就是我只能說加油 就是筋一定會很硬 可是你如果每天拉的話 我也覺得 哈囉有沒有人在看 有沒有人在看 有 有 有 如果每天拉的話 然後我相信你會越來越乱 一二三 好了我要做Ending囉 我跟你講我最討厭別人 叫我做Open一個Ending 就是說 謝謝大家 還有歡迎收看我的直播 blah blah blah廢話 誰規定也一樣這樣子的 跟你剛才講一堆 沒有 我就說我不要做 這種無聊的Ending 哈囉 掰掰 你自己可不可以卡掉 因為 起床工作了 掰掰 哈囉 Vogue Taiwan 大家好 我是柯萊拉 這是WARMA 這是全身體練習 有 你需要保持住 身體重心 然後滴肩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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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滴肩膀 你會感到的肩膀 如果滴肩膀就讓你呈現 你的肩膀是燃燥 你看,這個很良痛 purposes make a triangle 然後,你會不會在最後的手上 你會 caracter一點 然後,你會這樣 wishes 跳 twee個後面 你會不會觸到 把腿的硬幅 舒適度 把腿的硬幅 然後,你會在冒上 回頭前提起 朝前提起 这是往底前提起 今回是用零膀臉的 手提起 前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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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提起 跳脊育it 整个肩膀 ض意 继续 一 两 两 一 四 一 一 四 一 二 三 二 好,再次節節。 左腳後,去中央 parties。 їх遮住人。 請ホー tragicin coun wave和 glucos。